那各位呢 如果那個Photocab您打開之後 您看到這邊 會有個小驢子 點開它就是了 點開它就是了 那 打開之後會長得像這樣 所以不要說多好看 但是 功能真的蠻實用的 MIT的它其實有很多跟我們 台灣比較接近的一個使用環境 那麼 我們先來看一下大概我們 會提到的幾個部分 首先呢第一個 剛剛的構圖部分對不對 構圖部分事實上等一下我們 給各位看一下 你都看到那個 最堂尖就是九宮格的 再來就是幾個基本的影像處理 比如說太亮啊太暗啊 因為有些時候你已經拍完了 來不及處理了 沒有關係 就是 回到家裡面之後再來做 還有 各位現在應該比較少洗照片吧 除非社團活動或者一些才會洗嘛 但是大頭照難免都會用到 這個Photocab就很貼心 就有幫我們製作 那再來呢 網路上呢比較常用到的 比較常有人介紹這個軟體用到的就是 夾外框跟套模吧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美顏的那種類似那種方式 有沒有那種APP啊 但是 這個都沒關係 不管你是在上面做還是在 Photocab做 都可以 還有就是你可以自己做所有的縮圖頁 這個可能你要看到才比較清楚 然後呢 可能你會用到P式的 改變檔名也好啦 還有什麼 改變圖片的大小 對不對 因為其實 有些時候你要傳檔案給別人 如果你現在拍一下500萬像素 請問一張照片大概多大 500萬 應該是1到2MB中間 如果是300萬像素 大多數在1MB上下 這個看你那個照片的內容 他會因為有壓縮 所以那個會有 略有不同 但是500萬大概1、2MB 如果你大概700萬、800萬以上的 可能就2MB到3MB總間 所以很顯然一定會變得比較大 那你總是要稍微縮小嘛 一張張說 麻煩 你就P式的就好了 就P式就可以 所以 我們主要會介紹這些 那麼第一個呢 攝影工 購囑我們順便看一下 也沒有常常看到這個 有對不對 好 那不管是 行動專制上的 或我們剛剛數位相機上的 他都會希望你 可以的話 在構圖的時候 就 這邊 來 放大一點 平常我們都很標準 都在什麼 是不是都是 十字擺中間嘛 就是我要照著你就擺在正中間就好了 可是這個不見得會是什麼 最好的方法 那你可以 試看看把它擺在我們現在 四個角落上 就是畫九宮格之後 完全圈圈叉叉有沒有 擺在中間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們下面這一張 有沒有 小朋友有沒有在這裡 對不對 你看這一張 貓咪有沒有在下面 對不對 你直接拍整個貓咪也可以 但是 整個構圖感覺會不大一樣 所以其實你都可以試看看 萬一拍的時候 來不及啊 對不對 沒有做 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照片 有沒有都很大張 所以再稍微裁切一下 應該都還好 那我可不可以 順便問一下各位 請問如果你要拿數位相片去沖洗的話 我們現在比較常洗幾乘幾乘 大部分是4乘6比較多對不對 請問要幾百萬像素才能夠洗4乘6的 你拿太小 他會不讓你洗喔 不是他不想賺 是會洗出來 會糊掉 因為我們 這種 影像處理有分兩種 一種叫點針 一種叫向量 像各位平常常看到 flash的動畫 那種就是 以向量為主 所以放大縮小不失真 可是點針圖就不行 原則上如果你要洗4乘6的話 我們後面有 參考圖 參考表 4乘6的話 至少 我們會比較建議 可以的話是300萬 最低最低也要200萬 不然的話可能洗出來 效果比較差 那大頭照那就可以再小一點 因為他尺寸比較小 所以洗4乘6最少最少要200萬以上 300萬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會比較好 這個是 您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 那購圖的部分呢 如果說我們在Forecab 怎麼做 您可以像這樣子 您那個找到您的照片之後 我們在這邊會有 有幾張 你可以找看看 我在這裡有一個 裁切 可不可以順便問一下 您現在數位相機拍下來 或者是手機拍下來 是16比9還是4比3 因為跟尺寸也有關係 我給你看這一張 有沒有看到很明顯比較長一點 我拿這一張 啊不對這個不是 這個 有沒有不一樣 比例不同 像我們這邊的螢幕 現在基本上是16比9 對不對 所以是比較長寬的 那所以要看你的情形 那不管怎麼樣 今天如果你是這一張 這一張 你可以從這邊 Forecab你打開之後從這裡 影像裡面 有一個叫裁切 有沒有按照 指定的長寸 那個指定尺寸裁切 假設你要拿去洗的話 我們還是要照尺寸洗嘛 請問你有沒有洗過16比9的 沒有 因為16比9好像沒有人 在拿去洗的 洗出來都是 是幾比幾 我們剛剛講 4乘6是幾比幾 3比2喔 所以 你可能要 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如果是4比3的照片 或16比9的照片 拿去洗會不會被裁切到 會 只是因為大家平常習慣很好 因為十字擺中間嘛 所以 大部分都靠中間的沒有問題啊 都洗得出來 旁邊你看 這裡有沒有被裁切到 有沒有 事實上是有的喔 所以這個其實還是要注意一下 所以大合照最怕什麼 最怕這一種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比例 那 在Photocab裡面呢 你可以自己 信中有九宮格嘛 自己畫一畫 對不對 比例重新 對一下 OK 所以你可以看看使用前 使用後 這樣的感覺 好那 這一張呢 也可以拿來試看看 你看這個有沒有 剛好在正中間了 所以你也可以從這邊 影像裡面的裁切 按照指定的長寬筆 好按照指定的長寬筆 你可以自己從這裡選 預設應該都會停在什麼 4×6的 好4×6的 在這邊 那你就可以找到 你覺得比較適合的 一樣 OK 所以使用前 使用後 有沒有不一樣 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重新 做一次 構圖啊 那這個是最大好處 那剛剛這邊呢 有一個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在裁切的這個地方 他有個尺寸很特別喔 有沒有看到 4.5×6 你們有沒有洗過這個尺寸的 沒有喔 請問這樣是幾比幾 有沒有發現 一樣是4比3 所以其實如果說 你的照片 你拍了之後 真的是 旁邊一點都不能動到的 請你告訴他洗 4.5×6 因為這樣子 都會是什麼 4比3 所以你的照片絕對不會被裁切到 可是你的那個相簿 如果你比較多張 那個相 相冊 可能會比較貴一點 反正你現在 洗照片都沒有送相冊嘛 只有送塑膠 不是嗎 對不對 對不對 一發就給你了 有的連袋子都省了 因為 你這個洗幾張 他還送你一個袋子 不會 現在省本都提高了嘛 所以 有個尺寸比較特別 這個 你可以留意一下 照相管應該都有這種尺寸 只是洗的相對比較少 因為大家都平常印象都是4×6而已嘛 好 那我們就把後面還給你 你可以稍微試看看喔 裁切的部分 所以其實如果說你 是要拿去沖洗的 那麼你就用我們剛剛的方式 就是 按照 指定的尺寸 你可以自己去 選擇說我要怎麼樣去重新構填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您剛有試過按照 那個指定尺寸的對不對 那其實 如果您是在 網路上也好 或是在 你的文件裡面 可能你要的就不見得 因為沒有要洗出來嘛 最近那個比例就不是那麼重要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順便看一下 我們左手邊有沒有一個選取的工具 對不對 選取的工具 他 你只要有看到這裡有三角形 表示說他裡面還有其他類型的工具在 好那我們原則上 你如果不是等比例的 像我在這邊我也可以像這樣 裁切出來有沒有 好這一張 這一張 你可以用拖曳的方式 用拖曳的方式 拖曳 找到你要的範圍 就放開 好就放開 那萬一如果說這個範圍錯了 你可以在旁邊點一下 空白這邊點一下 好進來 那如果說像我現在比較偏左邊 你可以移到裡面之後用拖曳的 這樣 好那如果確定沒問題 在上面這裡 我們稱這個叫做屬性工具列 上面這個 也就是說這一列呢 會隨著你所選取的工具不同 而改變 好那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 裁切 對不對 我已經選好了 所以你就直接裁切 但是就切下來了 好就切下來了 那你可以來這邊按儲存 這邊儲存跟我們一般的那個儲存 比較不一樣 我們一般儲存就直接把原檔蓋掉 對不對 他這邊儲存其實就是定存清檔的意思 所以你按下去之後你還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說我會蓋掉 他實際上會直接跳出這個 問你說你的檔名叫做什麼 你可以自己選擇 那當然如果你比較怕 就是覺得這樣還是不太習慣 你就從這邊 另存印象 意思一樣 意思一樣 那我順便補充一下 我們在下面這邊 Photocab 開檔案的方式 您可以從下面這裡 變更資料夾 變到您的桌面上去 你就可以在下面就看到他 就看到他 那 這裡有一個目前 我沒有看到其他軟體有做的功能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 123 7 2 3 有沒有 因為 一排的話 有時候照片比較多 是不是就排不下 所以你常常要怎麼樣 是用這樣把它拉高一點 但是他很貼心 你真的不夠的話 我換一個 資料夾 這裡有沒有比較多 直接兩排 直接三排 有沒有比較方便一點 好目前我沒有看到有軟體做這種的 好那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你就不用那麼麻煩說我再這樣 移來移去的 這個是 比較特別你就可以直接變換資料夾之後 找到了你就把它按著丟上來 這樣是不是打開了 好那這個是 給您參考一下 我們就把它們先還給您囉